4月20日早上8点 大陆四川省亚安县发生规模7.0大地震 目前已经至少造成200人死亡 1万1千多人受伤 从官方通报的数据看 目前伤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中 由于余震不断 亚安居民不敢停留在家中 全部露天而树 四川省亚安市卢山县龙门乡的七级地震 死伤人数不断攀升 灾情不容乐观 四川民政厅通报 截至下午2点30分 地震造成了包括亚安、成都、绵阳、阿爸等12个市 33个县、38.3万人受灾 其中亚安市保兴县灾情比较严重 由于余震极为频繁 目前已经达到了712次之多 镇区居民非常惶恐 不敢在家停留 尽管地震局工作人员表示 余震已经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不会造成余震地区居民房屋倒塌 但市民还是选择露宿在外 亚安庐山县政府统计 目前全县共有12万人等待安置 媒体声称 市民几乎全部露宿街头 当局表示 由于物资紧缺 对此暂时无能为力 希望市民能自行解决 新唐人记者张天宇采访报道